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第八阶段的第二节课的内容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跟大家一起介绍了这个clustering 也就是巨类算法里面的一个经典算法 K-means的算法,它是怎么工作的 并且我们跟大家结合一个数字的一个实例 跟他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迭代的运算 来到最后结果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跟往常一样 我们给大家来一块 用python来简单的实现一下这个K-means的这样一个算法 好,首先我们还是利用上一节课这个例子 跟大家叙述 就我跟大家叙述这个算法的时候 我会结合上一节课这个数字 这样的话我们便于理解我们的代码 好,我们现在把上一节课我们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我们之前这个abcd这四个药品的这个数据机打开 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来给大家叙述这个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机 所以大家实现之前我们上一节课对这个算法已经比较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实现 首先呢,我们需要定义我们这个 function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的这个名字 我们就叫做K-means 然后呢,我们需要传入 我们来记得有两个输入,对不对 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数据集 我们就叫做X 这里我们就打算用这个numpy array 就之前我们一直在常用这个科学计算的numpy array 把这个true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集 作为一个矩阵的这样一个numpy array的这个矩阵格式来传进来 好,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参数K 当然这是一个整形了 就是我们K等于级 然后本来我们就这两个参数,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还记得我们之前说我们停止的时候 就我们决定这个迭代什么时候停止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说到有三种条件都可以停止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如果分类不变了 就是上一轮聚类下来的结果和这一轮每一个点 它的那个属于哪一类都是一样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停止 还有一种停止就是说我们上一次分类的变化 和这一次小于我们定义的一个值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提前预设一个 就是我们最多来迭代多少次 如果超过这个次数了 我们就停止 所以我们把这个值也当做一个参数 传在这个K-means里面的这个方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提前定义好 我们最多只想迭代一千次 如果一千次之后还没有收敛 那么我们就停止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参数是吧 X数据集 K数据几类 这个Max Iteration 就是Max IT一个简写 就是说我们要循环多少次最多 好 那下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方 这个K-means算法怎么实现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想知道 因为这里面我们用这种数据结构的话 就等于说比较方便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点是吧 其实就是说一行的值 就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把现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最后一篮是吧 就是说我们传统数据集只有它的本身的特征向量 并没有标签 所以我们就想想想这是一个四行两列的一个 Numpad array 就是Numpad的这个矩阵是吧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每一行就代表一个点 对不对 然后每一列就代表一个特征值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之后在运算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每次初始化的这个标签 加一列放到后面 好大概就像是这样一种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想大家要知道多少个点 所以呢 而且我们知道有想要知道多少列 因为我们想后面在这个数据集上再多加一列 把它作为我们每次循环的手迭代的时候 对于每一个点它的归类是多少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数据集多加上一列 这时候我们首先要获取本身传入这个数据集X 它有多少列多少行 好所以我们就通过X 它是一个Numpad array 大家记得 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shape这样的方法来去获取 反过两个值就是它有多少行有多少列 那么这个多少行呢其实也可以成为这个我们有多少个点是吧 所以我把这个变量叫做number of points 然后多少列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维度是吧 就是我们X这个特征向量它是几维的 在这个例子中是二维的两列 所以我们把这个列数叫做number of dimensions 是吧 好 那么下面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想重新啊 我们传入的这个这个数据就叫X 现在我们想创造一个新的变量叫dataset 就是说我们想给这个以前这个X多加入一列 在后在尾巴这再多加一列 这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数据 叫dataset 这个数据名啊 变量名 然后呢我们先看到 我们先首先初始化的时候 通过这个numpad array zeros 就是说全初始化的这个元素全是0 然后里面传入的这个参数是 它的行数和列数 行数呢是跟以前一样 然后列数呢比以前多一个是吧 因为我们想多加一列点 所以我们初始化全是0的这样一个numpad array 就是这样一个数组或者叫矩阵 大家注意一下 正没有两个括号 因为我们传入的这个shape本身 它是一个tuple 然后我们跟numpad zeros这个function 本身有一组括号 所以两组括号 好 在创建这样以后呢 那么我们想干嘛呢 我们想让这个dataset 它其实是等于说跟我们前的这个X 基础上再多加了一列 所以它在前面 不算最后一列 那么我们前面的值其实跟X一样 是吧 我们想把它复制给X 给它复制为X 所以就是说 所有行的 所有列除去倒数最后一列 那么也就是说 从头一直到这个倒数第二列 它的值 都是X 跟X相等是吧 所以我们拿X给它复制 就是大家还记得Python这个特殊的用法 是吧 就是-1表示倒数从右数 那么就说这个猫号 就是所有从开始的到 倒数第二行 就出了最后 倒数第二列 出了最后一列 好 所以就说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矩阵 它值给它复制为X 那么最后一列 我们怎么复制呢 我们当然就要把它初始化成这个12345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 我们首先先给它留空白 我们先把我们的中心点先选好 然后再给中心点复制 所以我们先开始这个dataset 它的这个维度是比以前的X多一列 但是我们的前面的所有 不算最后一列 所有数值跟X一样 后面也为空 我们现在不给它复制 也就是它都是0 好 这时候我们先选择 第一次初始化我们的中心点 我们还记得怎么中心点 第一次我们没有任何根据 所以我们只是随机的来选择 就从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有四个数字里面 我们随机来选择K 因为我们传用的参数是K 我们需要K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就是随机的选取K的中心点 作为初始化的中心点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行我先暂时先comment掉 因为这是为了我们最后演示 让我们的这个这个代码的例子 符合我们上次讲课的这个例子 就是让我们故意让中心点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和之前我们所选的两个点一样 但是我们作为广泛讲我们这个程序的话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一行 就是说我们随机的选取中心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从这这么多行里面随机选出来K行 那么在python囊派里面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函数 叫做randomI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一共有多少个值 是吧 现在我们有多少行 这个例子面有四行 那么我们选出来多少行 size等于K 我们要选出来两个行 这里面就给我们返回了 其中的 随机选出来两行 然后呢 列数我们所有列都要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就等于说通过这个函数 我们的行数 就是从以前的这个0到3 这四行里面随机的选出来两个数 作为行数的这个坐标 然后列数呢 我们所有列都要 所以我们把这个选出来的值 也就是说选出来 任意的K行 随机的K行 这四行中的两行 或者说四行中的K行 选出来把它作为我们的centroid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的中心点 好 那大家记得我们中心点 我们现在等于说前面的值 不算最后一列 我们的这个数据都有了 但是我们中心点 开始要有个初始化的一个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选出来中心点 有两个两行 那么它现在最后一列 就是它的这个标签的这一列 还都是0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初始化成 比如说第一组和第二组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给中心点的最后一列 负1 给它初始化一个值 也就是说 B到K加1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K中心点 我们想使它的这个标签分别为 123456 一直到K加1 因为这个range这个函数 它是包括左边的这个参数 不包含右边的这个参数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1到K 是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中心 初始化中心点选好 选好了之后 好 那么现在我们声明两个变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循环多少次 是吧 Iterations 就是它这个作为一个index 所以呢 我们这个Iteration 开始是0 就是我们从0开始循环 一会儿我们根据循环的次数 然后使用到这个变量 第二次呢 第二个 变量就是我们的 old century 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因为要不断的迭代中心吧 所以我们有两个变量 来储存这个中心点 这就是旧的中心点 这个是新的中心点 是吧 所以呢我们旧的中心点 开始是属于这个num 属于一个空 什么都不是一个空值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概函数的框架 现在不算这些子函数 就是我们现在首先主函数这个框架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想定义这样一个循环 就是说一个while循环 就是说我会定义一个函数 就是说只要不停止 当然停止有好几种条件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一会再去实现这个函数 就是说现在我们先从高层来讲 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需要说只要不停止 那什么是不停止呢 就是说我们上一轮的这个旧的中心点和新的中心点 它们之间如果不相等是吧 这后面我们会在should stop 这个要不要停止的这个函数里面去实现 但是我们需要传输参数 又用到了几个参数 就是说旧的中心点 新的中心点是吧 它俩如果相等或者不相等 我们就决定要不要停止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iterations和max8 这个就是说我们循环到这几次了是吧 每一次循环我们跟它加1 这个max iteration 就是我们允许它一共循环多少次 所以如果这两个量 就是说循环的次数达到了max的次数 我们也需要停止 所以在这个should stop里面 我们传入四个函数是吧 就是说 它返回的值 如果是真 就是说我们应该停止了这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当然是选回 反回一个boolean的一个value 就是0或1对吧 所以呢 这个函数我们先把框架写起来 以后我们会给大家讲具体的实现 但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该不该停止 那么假设 只要我们不该停止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while not 这个not就相当于一个fade的关系 就是说 只要这个值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就是我们不需要 如果是false 就是一个假值的话 加上前面到的就是真 所以就是说 只要不该停止 我们该干嘛 是吧 首先这三个是我们为了打出来一些信息 打印出来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循环到第几轮了 然后在当前这一轮 我们的数据集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中心点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都是打印信息了 我们可以不要它们 现在我们接两下看 好 首先呢 我们现在要 因为大家还记得 我们这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最开始只是初始化了一些中心点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变量 就是我们这个叫 把它copy一份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不是之前声明的一个变量 叫oldSynthroid 就是说我们把刚才那中心点给它复制到这个旧中心点里面 是吧 但大家注意点 为什么这里我没有直接用这个复制等号 而用了这个numpy array的copy这个函数呢 是因为我们之后要改变的这个Synthroid 对吧 所以我们要它们两之间是完全的两部分内容 两个 两个这个object 也就是说它是两个对象 因为如果我用等号的话 那么这么两 在python里面如果用等号的话 它两个numpy array 它是根据所以指引就是reference来复制的 所以就说它们两个指上的是同一个变量 换句话说 就说如果我修改其中一个的话 它另一个也会变化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想要更新其中一个 而另外一个不变 它俩互不影响是两个部分 两个object 所以我们这里面numpy array的这个数据包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函数叫做copy copy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重新复制了一个新的对象 给它叫做old century 内容和这个一样 它两之间一样 但是什么 改变一个的值 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的值 好 所以我现在make一个copy 这时候呢 我把初始化的这个中心点的值 就复制到这个 叫老中心点old century 在这个电量里面 好 这时候我们给这个iteration是吧 就是迭代的这个次数加1 就是说每次循环进来一次 我们就加1 好 那么下面要干嘛呢 就是说 其实简单说就是两步 两大步是吧 就是说我们根据目前的中心点的值 和目前的数据集 要把最后一列的这个label 要给它update一下 就更新一下对吧 因为我们有个中心点了 然后我们也有数据集 我们现在要给每个点重新来分类 看它属于哪个 就根据最近距离那样的算法 来给它每一个点重新归类 看它属于哪一个类 好 这是第一步是吧 大家还记得我们每次归类完干嘛呢 我们要算出新的中心点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 在归类完之后 我们又要根据归类之后的这个数据集 以及这个k值 我们要算出来新的中心点 把它复制到这个syntroid上 是吧 然后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迭代其实就是两步子 但是我们每次条件就是说 看我们迭代之后的中心点 它是不是和以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stop 就应该结束了是吧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循环次数 如果超过迭代次数 超过我们定义的最大次数也结束 所以大的函数框架 我们看到其实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具体要做的就是要实现这几个方程 一个是这个数的stop 就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止 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如何根据这个中心点和数据集 来更新它的这个重新分类 还有就是我们重新分类之后 我们如何根据分类之后的数据集和这个k 来算出新的中心点 是吧 就是我们上次上节 也会为大家手段的一些内容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实现 should stop这个函数 那么should stop呢 其实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刚才说了 有两种条件下 我们需要需要停止 第一种条件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预设的这个循环多少次 我们之前说了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就是说它的意义就是循环多少次最多 那么我们实际循环的次数是这个iteration是吧 我们看到每一次循环加1 就是说我们实际循环的次数 如果超过了我们预设的这个最大次数的值 那么我们就应该return true 就是说应该stop 就应该停止这个给代的过程是吧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说如果还没有到这块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停止 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达最大次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干嘛呢 需要比较这两个是吧 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我们说到每一次分类的结果 和上一次迭代之后有没有变化 其实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中心点有没有变化 对吧 因为如果每一个数据点 它的分类都跟上次一样 那我们算出来的新的一轮中心点 跟上次的中心点 肯定是完全一样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对比这个old centroid和 centroid 它们两个值是不是相等 大家注意点在python 我们比较两个数据结构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到底是比较它们两个值是不是相等 还是有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它们俩是不是属于同一个object 属于同一个对象 因为这时候我们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说 我们copy了一个新的对象 是吧 它们俩不是属于 它们俩不是属于一个对象 不是说reference到一个对象上面去 但是我们需要比较的是它们两个值是不是相等 只要新的这个中心点centroid的值和旧的这个old centroid 它们的值全相等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我们收敛 就已经收敛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迭代要结束了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numpy array里面有一个function 叫array equal 就是说这两个array是不是相等 它的值是不是相等 对吧 如果相等的话我们就return true 就是说我们return的就是相等或者不相等 如果是true的话就相等我们就结束 如果是false的话就不相等就继续 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结束这个stop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它的实现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实现这个update labels 这个函数是用来干嘛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传入数据集的时候 我们这个数据集现在包括最后一列啊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的label 就是它的标记标记这一列 我们初始化是给它只是有中心点的值给它弄了一二一到k 对不对别的都是零 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根据这个数据集和中心点 对这个中心点 对这个数据集 它本身重新分类是吧 根据我们传进的中心点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实现这个函数啊 也就是说我们传入了一个矩阵 就是这样看到一个矩阵是吧 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它是另外一个函 它是另外一个 在数据结构上来讲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对象 但它其实是这个矩阵里面的某些行是吧 就是一些关键点 这个中心点 好那么我们现在如何分类大家记得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传入的数据集的每一行 也就是每一个点算它跟这个中心点的距离 这个centroid不是也有几行对吧 比如说其中有两行 我们算每一行到这个中心点的距离 然后看它最短的距离是跟那个中心点最近 也就是距离最短 然后把这个data set这一行 这个也就是这个点就归类到跟它距离最短的这个中心点的类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要获取这个数据集 现在有多少行和多少列是吧 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跟上次一样 要用这个叫shape这个函数来返回有多少个点 有多少列 好那现在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根据这个数据集的每一行 我们要把它最后一列给它传一个label 也就是说给它要赋予一个 分属中心点比较之后给它赋予一个值 也就是说你是归哪一类的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循环就是说 i是从0开始是吧 从第一行开始到number of points到最后一行 我们对它的每一行的最后一列 大家看到啊 di行就当前这一行最后一列 也就是这个值 给它要assign一个label 就是说给它归类 那怎么归类呢 我们因为这里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单个再调用一个function 我们再重新实现一个function 叫get label from closest centroid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传入当前行是吧 和这个中心点 我们去对比当前这一行 和中心点里面的每一个点的距离 哪个最近 我们就把它最近的centroid 这个点的label的标签返回 然后赋予到当前这一行里面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行来讲 我们传入这一行和所有中心点 然后我们比较这一行和每个中心点中的每一个点的距离 哪个最近就把那个中心点的label返回到当前行 好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要做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实现 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函数 就是说我们传入的是一行数据集中的一行 然后我们需要还有一些中心点 所以我们需要对比每一行的这个点和中心点的距离 然后返回最近的这个距离最近的这个中心点的label 好 所以我们现在实现 刚才定义这个方程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参数换个名字 叫做dataset show 就是raw 也就是说当前行和一些中心点 好 现在我们就要循环一下来比较距离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 就是说我们首先把中心点的最后 中心点它的处理结构跟这个dataset很像 它也是一个 它是行数是k 然后列数呢是跟我们的这个dataset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列 就是它label的这一列取出来 就是说 首先呢我们让当前我要返回的这个label 就先等于第一个 就中心点中的第一个点 最后一列就说它是1可能是 就是我们就让它先等于 就初始化这个label 我们最后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label是吧 那么我们就让它先等于第一个中心点中的值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变量叫mean distance 也就是说我们后来会对比 当前行dataset row和每一个中心点的值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开始这个值 就让它等于当前这个行跟中心点第一个点的值 然后我们对中心点中的每一个点进行循环 如果某一个点的值小于我们开始定义的这个最小值 我们就把那个值负于这个最小值 所以我们可以保证这个mean distance的永远是最小的 同时我们就可以更新label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求最大最小数的一个常用算法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循环 就是说我们对中心点的每一个点进行循环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 中心点中是吧 它的shape 从1开始 因为我们0已经有了是吧 应用到了 就是初始化就利用的是0 所以我们从 比如说从实际上是第二个 那么index就是0 就是从 就index就是1 就是从1到最后一个中心点的这个行数 是吧 一共一个点 开始算 然后呢我们算 这个distance就是当前每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当前这个row和中心点中的某一个点的距离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data set row 这个函数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简便的算 但euclidean distance的一个方法 是一个内建的方法 是在nonpy array里面有一个叫 这个函数点norm 它后面传入两个向量 那么它返回的是 就是这两个向量中间的euclidean distance 就是省区我们不用写x1-x2平方 加上x y1-y2平方 加上后面的 所以就是我们传入另外另一两个向量 它返回自然就是euclidean distance 所以好 那么第一个向量 当然是我们的当前的这一行 那么下一个向量就是说 我们从中心点中选出的当前的这个点 是吧 i 这一行 然后 不算最后一列 因为最后一列是我们的label 所以我们中心点取的是 我要从最开始去到到处第二列 好 我们算出来这个距离之后 就是说我们和开始 true part的那个最小距离比较 是吧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最小距离 永远是最小 所以我们如果 当前当前算出来的距离 小于我们之前的最小距离 那我们就把 当前距离 负于最小距离 所以这个最小距离 永远是最小的 并且呢 我们保持这个label 就是返回的要是我们 当前比较小的距离 对应的这个中心点 它的label 是吧 所以这个循环过后 我们保证了这个label 它返回的就是 就是 是当前 这个r和中心点 距离最小的那个label 大家看明白了吧 所以 在 对中心点的每个点进行循环之后 我们返回了一个min distance 就是说最小距离就知道了 而且我们知道了 那个最小距离 跟中心点中最近的那个点 它的label是什么 就返回它了 好 所以这个function最后返回的 就是这个label的值 好 在这个之后我们就实现了 这个update labels 也就是说我们传入的某一行 加上我们的所有中心点 我们就返回了 把这个数据集 它的最后一列 它的重新划分了 就是根据这几个中心点 我们重新划分了它的标签 好 那么下面就剩最后一步了 就是说 根据 重新划分后 这个数据集 以及k 我们要重新算出来标签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把 重新算出来中心点 所以我们现在 刚才是根据中心点 刚才是根据中心点 来更新这个 重新划分这个数据集 分类 划分过之后 我们就跟刚才 以前说的算法中的 那个最后一步 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要根据 我们新划分好的数据集 以及k 重新来算 更新过之后的中心点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重新划 划分一个方程叫做 get centroid 就是说 我们要返回新的中心点 那么这一步呢 其实就是通过均值 是吧 跟大家解释了 就是说我们 已经划分了不同的这个dataset 它属于不同的类 那对于每一类里面 我们重新算的均值 把它作为这个 新的中心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get centroid 它的方程的实现 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当然包括最后的这个标签了 是吧 和k值 就是我们分多少个类 然后我们算出来新的中心点 返回一个指振 就是它是包含新的中心点 其实就是求一个平均值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最后一列表示的就是标签值 所以我们需要从标签值中取出来所有的比如说等于1的值 它不一定是1 2 3 3这样排序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数实化一个这个 result 就是我们最后返回的这个新的中心点的值 然后呢 它数实化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它全部进行复制为0 然后它的这个行数就等于k是吧 它有这个k行 然后呢 它的这个列数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根据dataset是一样的是吧 有多少列 好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dataset 就是说对于i来讲 我们现在需要把每一个 就是根据最后的这个标签值 把标签全部等于1的这个矩阵找出来 然后对它求均值是吧 其实就相当于在图里面就是说 我们所有归为一类的点 我们求均值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就说我们dataset 这是最后一列的值对吧 它都等于i的 这就返回一个index 就是说所有等于当前i的值 i是从1到k是吧 就我们要把所有等于1的这些列 这些行数要找出来 然后呢 或者所有等于2的 所有等于3的 所以这个i就循环成123到k 把这些行的这个坐标找出来 然后呢 列数我们要找的是最后一列 是吧 就是说从开始到到处第二列 不是最后一列 从开始到到处第二列 我们把这拿出来之后 就是说这是一个类别里面的所有点 那么这些点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干嘛呢 其实就是对它求均值就完了 就是对于所有坐标对应的 就是先我们说的x1加x2加x3除以3这样 所以呢 nump array里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叫做min 就是我们直接传入一个多行的一个矩阵 它对行这个axis指的是 对于行求平均值 如果对列求平均值的话 我们就是axis等于1 所以这个nump array mean里面的这个one cluster 传入一个矩阵 然后在第二个座标 第二个参数上书axis等于0 就是说我们针对across 就是横跨所有的行 比如说我们有三行值 我们就求出来是一行 那么就是对于每一行的所有列求均值 好 这时候求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附到这个result里面 就是我们要返回的这个新的中心点中 那么新的中心点中 我们记得我们这个i中心点是开始是从0开始的是吧 它的标记是从1开始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横行坐标 行坐标还是i-1是吧 就是从0开始 然后呢给它附的其实是最后一列的 从第一列到最后一列的值是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result的最后一列 我们附的就是i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12345 就是说这一列的代码是我们把等于某一个中心点标签 我们用某一个标签的所有数据点都找出来 然后下面一行就是求它的均值 然后求出来之后呢把它复制到这个中心点中的从开始到倒数第二列中 这就是中心点的新值是吧 坐标值 然后呢标签我们也要复一下 标签就是当前的i值 就是说我们从12345 好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返回一个result 就返回了新的中心点 所以通过返回新的中心点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对整个这个代码的实现是吧 返回中心点之后 我们就赋予这个sint choice 所以呢我们就完成一次迭代 然后通过这个wire loop的 我们每次比较上次的中心点和新的中心点是不是相等 或者说比较这个循环次数 然后直到这个条件返回的是应该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们就返回这个dataset就可以了 返回dataset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最后一列这个标签来看 哪些行属于一类 就他们属于一个cluster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就和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个例子 给他赋予一样的值是吧 也就是说1214354 大家还记得上一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 跟上次赋予一幕一样的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算法 是不是跟我们上次手算结果是一样的 好 大家记得一点 就上一次我们是首先第一次复制的时候 是把前两个点AB两个点选成了这个初始中心点 是吧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算法是随机的话 它迭代的过程不适合我们上次手段的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初始选中心点的时候可能选的是另外两个点 不是这两个点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强迫 我们可以通过例子 修改这个代码 把它故意第一次中心点 让它等于前面两个点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来查看一下 跟我们手算的方法一样不一样 那么我们首先 不修改这个代码 就是让它自己随机来选择中心点 看它的结果跟我们得到的一样不一样 这样就不一定一样 但是因为点比较少 它随机选的时候也就只有几种选法 所以很可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四个点create出来 然后这个vestack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四个点纵向的堆起来 就组成一个矩阵 是吧 就像一个这样一个矩阵 就是4乘2的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传入我们的方程 就是kmeans 这个数据集是testx 就是这样一个矩阵 然后k是等于2 我们想分为两类 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其实知道这个很快就可以收敛 一般只需要一到两轮 所以我们就随便设一个这个最大的循环10 其实达不到这个值 我们就通过这个 举例的条件不会变化而收敛 所以好 我们传入三个参入值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所以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 我们达到结果 跟我们这个手算结果是一样的 虽然它过程可能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随机来初始化 所以呢 前两个点都属于第一类 是吧 标签是1 后两个点属于第二类 标签是2 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查看一下中中间的过程 就是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过程 所以初始化 其实这里选择的时候 它是把这个点 1点选择了作为第一个中心点 而把54点选择作为第二个中心点 所以它很快迭代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可以为了参照 对照我们 想让我们跟手动的方法一模一样的运行程序 对照一下 是不是正确 我们可以强迫的第一次 让它随机的去选中心点 而故意就选成前两个点 所以这是我们把这行代码可以加上 是吧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Centroid 就是说我们就让它等于前两个点 是吧 01的就是说 就等于AB两个点 我们就把它作为中心点 这样的话 它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和我们手算的这个结果和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程序 我看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中间的结果 是吧 中间的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后来更新到的这个中心点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经过了两个人迭代 是吧 Iteration 2 然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还记得算出来的这个 中心点的距离更新的一模一样 我们看到 后来 这个收敛的时候 在这里面写的是1.5和1 是吧 1.5和1 然后4.5和3.5 4.5和3.5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完成了 对这个kmeans的实现 而且我们confirm了 就是核实了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过程 跟我们之前手算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通过python 如何实现kmeans的这样一个算法 同学们下去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还有呢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sklearn这个包里面 当然也提供了kmeans的一个算法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自己实现一遍的话 对这个算法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一些 同学们下去也可以查这个sklearn里面的包 如何来调用kmeans的算法 好本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下期课课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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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